今日,有网友爆料罗云熙剧组拍摄追光者时,被对手一拳打进了医院,由于受伤比较严重,恒电当地医院处理不了,因此转到了上海,并且进入医疗美容室治疗。 晚间,罗云熙工作室和追光者官博证实了该消息,称罗云熙在与演员对戏的过程中不慎受伤,已经安排专业医生进行紧急处理,希望粉丝不要着急。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,拍摄期间,罗云熙被对手演员计划搏山巴掌,结果对手演员太过用力,罗云熙直接被打成了脑震道,似乎腿也受了伤。 更糟糕的是,爆料人还称,山巴掌的演员当时是戴着结婚戒指,是戒指划伤了罗云熙的面部,导致其面部出血破相,因此整个剧组才会出现在上海的医美医院。 之后,电视剧追光者官微发布声明,解释了这场意外,称演员拍戏时没控制好力度以及安全距离等问题导致意外受伤。 而后,罗云熙也在凌晨发文向大家报平安。 更解释说,拍摄中难免有意外,更替同剧组演员说话,称感受到队员之间的默契,并没有责怪对手演员导致自己受伤,导致罗云熙受伤的演员。 几换博也在微博上发文道歉,说晚上和罗云熙一直联系,自己内疚崩溃,扇了自己很多个耳光。 几换博还在评论区里,解释了戒指的事情,说拍戏时并没有戴戒指,前几天求婚的戒指也只有女款,没有男款的。 好在,现在事情都平息下来了,也希望罗云熙早日康复呀,点赞,订阅,并点亮小铃铛,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。